做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 他们现在还是有一些核武的研发 就是一些传统核武的研发 他们也想要自己建打造航母等等 他们有可能也会很快地继续加强核武库 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开始 但是更广泛来说 整个美俄关系会怎么影响中国 那答案就是这会成为一个问题 比如说俄国会受到中国的影响 所以就不去加入北约 因为这有可能会影响到中俄之间的关系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 北约不愿意去防御俄国 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要看未来怎么发展 那么俄国会认为 他们在过去20年当中 外交政策最大的成就 就是加强了中俄之间的关系 这是很大的成就 所以他们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去影响中俄的关系 怀斯博士 我们今天讨论这部分 只有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再抓紧时间接一个电话 然后我们接着谈 江西林先生 江西林先生你好 谈中俄 中美关系 这个现在明显的 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可能比较密切了 在这个南朝鲜 朝鲜半岛上看得出来吗 对吧 现在中国 俄罗斯怎么会跟中国 老还 我们160万平红的 就是拱手相当给他们 这两个国家 这个俄罗斯也不是个好东西 这个美国也要提防的 好 非常感谢江西的林先生 打电话 今天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们也接着刚才这个林先生的这个话题 继续再谈一个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问题 刚才您谈到 中国不喜欢俄罗斯加入北约 但是中国呢和俄罗斯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成立了一个上海合作组织 虽然各方都在强调这是一个合作 主要是区域合作 但是有没有战略或者军事上的考虑 有没有就是说联盟来制衡美国在东亚 特别是在远东地区的这样的力量的这样的考虑 有些人认为几年前呢 认为看起来是有这样的功能 但是目前呢是没有的 这个组织他们的发展呢 变得比较缓慢 看来中国是为了要加强经济发展 所以才用了这样的方式 然后提供这些补助等等 这是为了要让参与的这些国家 处理他们区域内 有可能会发生的恐怖主义问题 然后让各国之间的投资变得更安全 所以这样的做法呢 是为了让中俄管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不见得是去制衡美国 可能也要谈到阿富汗的问题 因为阿富汗的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中俄想要美国留下来 那如果这个阿富汗的战争有好转 感觉美国会赢的话呢 那他们当然是希望美国赶快退出 但是这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 我们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还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不能不谈 就是明年三个星期以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要到美国来进行正式的访问 也是在一月份 明年一月份以后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 在胡锦涛来美国之前 要到中国去访问 那么重新启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交流 那么最近也看到很多报道 有报道说 中国2010年整个外交政策是非常强硬 是非常高调的 那么导致了很多人 舆论界对中国这种和平崛起的这种宣誓的这种宣称的一种质疑 但是又有观察人士说 现在在胡锦涛要到美国来访问之前 中国的外交政策 现在又出现了一种软化 你怎么看 胡锦涛和奥巴马 明年一月份的这场会谈 会谈哪些问题 特别是在东亚安全方面 会谈哪些问题 是的 他们的立场是有些软化 因为他们希望胡主席的访问是可以成功的 还有盖茨的访问 我们认为会讨论到 他们会讨论到的问题 一定会有朝韩问题 可能还有日本应该不会谈到俄国 中亚也是有可能也有可能不会谈 这些问题 他们还有会谈的呢 就是贸易啊 货币啊 经济啊 气候变化 还有 有些人呢 是希望 就是 有些人说呢 让这个胡主席呢 也去看看美国的其他地方 最后几十秒钟的时间 我是想问 中国在美国阿富汗战争期间 中国提供了情报方面的援助 这次 美国现在要结束这个阿富汗战争 中国在这方面能发挥作用吗 中国现在呢 是采取这种保留的这个立场 他们可能希望美国在经济上 能够给阿富汗有所帮助 但是他们并不希望美国在阿富汗一直留下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实施大家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次感谢哈德询研究所的 理查德怀兹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博和卫星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那么还有一天我们就要迎来2011年了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华盛顿近郊的一位美国妇女 是如何用节日的灯饰来庆祝生命的 四年前的一场重病 长朱利·库雷西的生命之光暗黛下来 经过骨髓移植 库雷西的血癌没有再复发 但脆弱的免疫系统让任何假期都显得索然 四年后 库雷西第一次有了心情与经历来庆祝圣诞与新年假期 她花了三天时间在两个朋友的帮忙之下 用几百颗灯泡打造出自己色彩的小天地 库雷西说 过去四年来我病得很重 医生诊断我生存的几率很低 但是最后我活了下来 所以今年我在家里还有院子里装饰灯光 跟大家分享 庆祝生命 也庆祝家人的爱 希望大家有个欢喜快乐的新年假期 夜晚来临院子里二十五棵树上 彩色缤纷的灯光随之亮了起来 红的欢乐 绿的高雅 白的圣洁 闪烁着库雷西的生命之光 她的故事被当地媒体称为 库雷西的第二次生命 象征生命之光的节日灯饰 在我所用的装饰灯里面 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国制造 感谢中国制造这么漂亮的灯 它们实在很美丽 库雷西的故事经过当地媒体报道 也吸引不少牧民民众开车前来赏灯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 库雷西计划在温暖灯光的环绕之下 倒计时迎接2011年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 任玉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焦点对话节目 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发展模式 是否需要改变 著名人士就焦点新闻展开辩论 在针锋相对中为您提供最新信息和观点 是不是一档专权 是不是垄断所有的材料 广播英特网同步播出 中国警匪勾结 官黑勾结的现象 到底有多普遍 焦点对话 每周五晚上九点 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收看 再次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怀兹博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 来宾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